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3日 今年初夕半夜和初一凌晨 武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花市异常的火爆 花店的门口 市民们纷纷的排起长队要购买鲜花 这个是武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官方媒体对此的解释是 第一,说今年是牛年 武汉人买鲜花到家里来布置装饰 表示要牛气冲天 第二,说是因为去年疫情 春节期间武汉人没法买鲜花了 所以今年春节期间就信而暴富性的消费大量的购买鲜花 这种说法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要去买花到家里面来布置装饰 你也用不着说半夜三更的去排长队去购买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白天的时候去买呀 等人少的时候去买呀 那为什么会在除夕初一半夜三更去购买鲜花呢? 很多武汉的网友有另外一个说法 他们说武汉有一个风俗 那就是如果有哪一户人家在过去的一年有亲人死了 那么亲朋好友们呢 就会赶在除夕半月和初一凌晨 这个时间到他家呢去祭奠 那祭奠的话那就要带菊花过去了 所以呢就大家都到花店去买花 实际上主要就是买菊花 导致了武汉菊花的大涨价脱销 而且呢还导致了武汉在初一凌晨半夜三更的时候 大堵车 在车里呢都是载着一个花篮的都是要去亲朋好友家去祭拜去的 当然了这个说法呢 要比官方的那个说法那当然是更可靠 更合理的 那至于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今年才出现了 那当然呢是因为去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武汉呢多死了很多人 然后呢才导致菊花脱销 华氏排场队导致半夜三更的交通大堵散 但是呢这个说法呢还是让人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武汉是一个一千万以上的人口的大城市 如果我们按死亡率 年死亡率千分之六千分之七来算的话 那么武汉一年呢 就会有六七万人死亡的 但是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去年武汉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呢 只有三千八百个人 只是正常死亡人数的一个零头 你就多死了 本来按正常的情况 本来呢有六七万人死亡的 你现在多死了三四千人 这个呢是不会一下子导致菊花供不应求 导致交通堵散 因为这个差别很小 那么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武汉去年多死的人数 肯定不止三四千人 而是呢要多的多 比如说有可能也多死了好几万人 那么呢才一下子又会让这个鲜花供不应求 导致交通的大补塞 那不管怎么样呢 武汉去年因为新冠死亡的这个统计人数 肯定呢是大大的低估了 肯定是存在着大量的少报和漏报 这个原因呢有两种 第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当时医疗系统 武汉的医疗系统崩溃了 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以后 病毒很重了 也没法上医院去了 最后呢就死在家里了 那这些人呢 因为一直就没有被确诊 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 那么呢他们当然呢就不会被统计到这个死亡病例里头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因为中国对于统计新冠死亡呢 是有自己特殊的标准的 这个标准跟国际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你被新冠感染了 但是呢最后死于并发症 那么在中国是不算是因为新冠死亡的 我举一个例子 沈阳的一号病人姓尹 叫尹老太 他呢在1月30号的时候呢 已经去世了 得了被新冠感染 然后送去住院 就死在医院了 但是呢你去看中国公布的 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 沈阳的死亡病例还是零 就是没有把这个尹老太 著名的沈阳一号病人 给统计在里头 为什么不统计呢 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说尹老太 虽然是因为被新冠病人感染了 住院的 但是呢他在去世之前呢 做过核酸检测 已经是阴性了 说明他体内已经没有新冠病毒了 已经被治好了 只不过呢 他因为有基础病 是义无疑病发症死亡的 所以呢就不把它算成是新冠死亡病例了 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可笑的 因为这个尹老太是一类被新冠感染了 后送去住院的 然后病情呢 是越来越恶化的 并没有说 哦治好了 然后让你出院 后来因为别的病 然后死了 不是这个原因 他就一直没有出院 就一直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最后不救身亡了 不治身亡了 但是呢 虽然你体内没有病毒了 这不等于说 你的病就被治好了 因为你病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免疫系统调动起来了 那么是有可能 把你体内的病毒给消灭掉 但是这不等于你病就好了 有时候呢 你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以后 反而呢 会加重了你的病情的 而且呢 你由于被感染以后呢 由于有基础病了 那病情又会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你的死亡 跟你新冠病情的感 被新冠感染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这种情况呢 在国外 都是算成就是新冠死亡病例的 但是中国呢 那不只是对新冠 是这样 对别的传染病 历来呢 就是不把并发症的死亡 归为是因为传染病死亡的 那比如说流感 美国呢 一年有好几万人 因为流感死亡 但是你去看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的资料 中国每年也就那么几十个人 或者一百多个人 说是死于流感 那怎么跟美国差别这么大呢 不是因为说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体 然后对流感 有特别强的抵抗能力 不是的 而是因为呢 流感的死亡 往往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 那么这个按国际的标准 就属于流感死亡 但中国呢 就不算 只要是并发症的 哇 都不算 中国呢 不仅是对这种死亡病例的统计 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标准 你对于新冠确诊病例的统计 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跟国际的标准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按照国际的标准 如果我给你做核酸检测 发现你阳性了 那么你就是确诊了 管你有没有症状 你都是属于新冠的确诊病例 但中国就不是 即使是核酸检测阳性 你没有症状 那就不算 以前呢 是根本不统计的 后来呢 就多了一个分类 叫做无症状感染者 但是呢 也不算在确诊病例里头的 甚至呢 你除了说 核酸检测阳性 还有症状 也不一定会把你归为确诊病例的 而是还要由专家来做诊断 看你这些症状 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再把你算入到这个新冠确诊病例里头去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网易北军园区的一个员工 被新冠病毒给感染了 核酸检测阳性 而且有症状发烧了 但是呢 专家一开始就不认为 他属于确诊病例 一直过了两天 他才算是确诊了 被算入到确诊病例里头了 所以呢 中国关于新冠的统计材料 不管是死亡的病例 还是确诊的病例 都是大大的 偏少的 用自己的标准 把它给压低的 都是靠不住的 去年武汉多死了很多人 除了相当一部分 是由于新冠直接引起的死亡 还有一部分 是由于防疫的措施 或者是由于新冠的疫情 导致的间接的死亡 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死的 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 比如说 由于你整个医疗系统崩溃了 或者呢 由于封城 或者呢 由于你医院停止接收其他的病人了 因为当时很多武汉的医院 只接收新冠的病人 把其他的病人都给赶走了 甚至住院的病人也都赶回家去了 这样的话 就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死了 癌症的患者 没能定期的再去做化疗 提前死亡了 肾衰竭的患者 没能定期去做肾透析 也死亡了 心脏病的病人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 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 也死亡了 像这样的例子 是很多的 我知道了 就有不少 网友呢 也会在网上透露出来 究竟有多少 这个我们不知道 就这种次生的死亡 究竟有多少 没有人去统计 或者是即使有统计的话 也不会公布的 甚至连新冠病人 在武汉究竟死了多少 我们也是没法知道的 公布出来几千个人 三千多个人 那肯定是不准确的 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秘密 也许以后也没法知道 但是呢 我们能够知道的是 武汉在去年 一定呢 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多死了很多人 肯定不会只是官方公布的 那三千多个人 所以 在现在一片 歌舞生平的时候 在现在开始 在什么 大量的宣传中国的防御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多么的成功的时候 我们要长一点记性 千万不要忘记 武汉曾经经历过的苦难 而且这些苦难 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人为造成的 是人祸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